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方面是雅各兵派 共和派 这两个势同水火 离死我活 互相屠杀 而拿破仑上台做皇帝的时候 强力压制这两派 就是说 既打击保皇党 但同时也放过一马 同时打击雅各兵 激进的雅各兵派 但也同时放过一马 所以他称递有他法国的一个逻辑 社会发展的逻辑在 这是拿破仑的问题 那么拿破仑非常欣赏大卫的新古典主义 大卫画出了这个荷拉斯兄弟之事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现象 这个话奔走相告 轰动整个艺术界 欧洲艺术界 法国艺术界 非常大 阿卫的重要的创作都非常巨大 其实从媒介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更有意思 在那个年代 其实国家沙龙的展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 艺术家要通过这个展出来体现自己的能力 但是呢 你们如果看一看 当年法国国家沙龙的展出 很长时间都是三层四层画 墙上全挂满了画 各种各样的画 以前都是挂的满满的 我也必须很大 我不画大我怎么有影响呢 就抢眼球嘛 是吧 必须这样 这个 而且当时是重要的画家 挂到最重要的位置 所谓重要位置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位置 不重要的往上挂 谁去看上边 是吧 而且这个国家展出制度 国家展览制度 国家奖励制度 国家制度 艺术的制度 就法国开起来 法国人最热心这一条 我查了一下历史 其实是十七世纪开始 就是路易十四开始建立 首先他建立了巴黎皇家绘画与雕刻学院 为了这个学院 他建立了沙龙展览制度 沙龙展览制度 本来是为了展出绘画与雕刻学院的毕业生的优秀作品 但是在十八世纪初的时候 第一次他卢浮文公正式展出 于是他就上升为国家行为 以至于从一期十八世纪 一期多少年 我忘了 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 法国国家沙龙的重要性 是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展览可以相比 都没有一个展览可以相比 包括那些印象派的那些画家们 其实他们内心都非常向往 能够参加这个国家沙龙 当然他们都不能参加 而国家沙龙的同时 路易十四还创立了什么呢 还创立了罗马大奖 这个奖项 为什么是因为当时欧洲的艺术的圣地是意大利 是文艺复兴 所有重要的画家都要跑到意大利去 包括普桑根本不想回广告 法国就带在意大利 大卫以去意大利为隆 这几个奖项是密切连在一起的 巴黎 皇家 绘画以大科学院 罗马大奖 和国家沙龙 我查了一下 罗马大奖的获得者 这个奖项后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宗旨了 宗旨也有道理 因为今天我们知道罗马艺术大奖 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华家就是 第一个是大卫 第一个是安哥 还有几个赤一点的 反正八十甚至九十 默默胡闻 都是拿把出来的 所以这个奖就终止了 那么这个 但是在十七世纪的罗马大奖 就开始增加了建筑 增加了音乐 但是 法国最著名的音乐家 其中一个音乐家 歌剧 这个写歌剧的一个重要的作曲 一个剧作家 叫拉威尔 对不对 拉威尔 几次都不能获得罗马大奖 七十 所以这个奖项呢 就很多争论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 评价委员会 的一个构成 而且呢这个大革命的时候 就把巴黎 绘画以代科学院吹火了 说它是一个老王党的一个重症 然后不能重建 重建以后不仅重建 而且上升为法国艺术院 所以法国艺术院的前身就是巴黎 国画以代科学院 后来增加了建筑部分 增加了音乐部分 成了一个完善的一个 这个 法国艺术院 然后呢这个沙龙展览一直延续到20世纪 罗马大奖一直延续到 你们可能不知道 一直延续到1968年 为什么延续到1968年 因为1968年5月革命风暴 当时的文化部长是左派马罗 马罗终于决定 停止无聊的罗马大奖 奖项 停止无聊的 这个停止政府支柱 国家超能展览 当时我查了一下英国 英国其实那些 中国人时代的艺术家 比如说那个劳伦兹他们 也很渴望去意大利 但是英国好像没有国家 设立的类似的这个罗马大奖 就没那么支持是吧 也没有对 英国一直民间可以 没问题你民间搞 但是英国政府不支持 英国政府 当然我们说的 熟悉了商业商人 英国政府不支持 英国政府也没有 国家沙龙这样的展览 英国后来也在十 八世纪也成立了 皇家艺术学院 第一任院长就是著名的 这个肖像画家李洛茨 对对对 但是他仍然来自民间支柱 他不是政府 政府只是 国家一个 不是应该是那个 皇室支柱吗 叫皇家的 皇室 但是皇室支柱 但是还是跟政府支柱 是割裂开来的 哦 没有没有 知道 就知道皇室 但是在法国 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 国王就是国家 国王的名义 等于是国家支柱 财政部支柱 但是英国不是 所以英国很有意思 英国一直有一种 这个可能是他们更彻底的实行 一种市场经济 所以这个艺术家在英国的幸福程度 是不如法国 而且街上刚刚的说法 后来可能就是出了什么 拉菲尔前派就没什么了 好像英国 对英国的确在拿破仑时代 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 这个法国的确是一种 新英古典主义影响非常大 而且新古典主义影响非常大 其实还不只是一个 绘画的问题 而雕刻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个建筑文 这为什么是因为 他在新古典主义的名义下 复兴的是西纳和罗马的建筑风格 这种风格就成为欧洲 那个年代公共建筑的样感 公共建筑那就是影响国家的 比如说法院 比如说国会 比如说政府 所有重要的机构 都要用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去设计 这个风气一直被带到美国 是吧 那个杰伏逊总统 我们也把杰伏逊总统称为建筑家 是因为杰伏逊总统任下 是他推动了整个美国的这种公共建筑 包括白宫啊 国会啊 国会山啊等等 大家发现都是新古典主义 而且杰伏逊非常明确 就是要用新古典主义 来作为国家的正面的形象的一个符号 所以大家如果去蒙特利尔 帮球去看一看 那里的那个建筑 主要建筑 维多利亚 都是新古典主义建筑 所以今天我们谈的这个新古典主义 其实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建筑 但是它的发动是在绘画开启 是在法国大陆开启 而且大卫连续画了四张画 第一张画 获得了巨大的名称 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的奠基之作 就是刚刚说的荷拉斯兄弟之事 荷拉斯兄弟之事 背后还有卢梭的思想 卢梭的契约论 还包含了一个重男轻女的想法 因为卢梭认为男女有别 男人就应该这个 承担这个正当的这个公共义务 女人嘛 就应该带来讲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荷拉斯兄弟之事的 女性就是代表罗马在旁边 非常软弱的 非常X型的在旁边 正面是 在这边 正面是男性的 雄强的 这个 三角型的 或者这个 这个 直线的 后面是 多利克 罗马主席 罗马拱门和 古希拉多利克主席 我们今天一看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告诉我们 大卫所向往的是 古希拉多利克主席 男性 雄强 和古罗马 公文 而且是三个公文 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符号 是吧 而且呢 大卫画这个荷拉斯兄弟之事的时候 正是法国大革命正在起来的时候 所以他在相当程度上 成了一个 号召动员的 一个 算数号 我们要用 荷拉斯兄弟这种 雄强的 男性的火感的精神 投入这个 法国大革命 所以随后 法国大革命 渐进高潮 大卫又画了第二张画 布鲁图斯 处决他的 叛变的儿子 大家知道 布鲁图斯是 古罗马 共和国的 建立者 他结束了前面的 这个 王政时代 是吧 罗马就进入共和时代 然后再往下才到了 凯撒 凯撒才进入 这个 罗马才真正进入 帝国时代 而台上被 谋刺的 刺客 就是 布鲁图斯的后代 布鲁图斯的后代 也叫布鲁图斯 所以 这个画呢 其实也是一个 为了革命 大义灭亲的一个画 是吧 因为 布鲁图斯建立了 罗马的 共和国 他儿子反对 然后 叛变 然后把儿子出席 所以这段画 画出以后 当时路易十六还在台上 这个画送到法国国家沙龙展示的时候 是不予展示的 但是 已经在 奔种相告了 中国话是奔种相告 然后 那个 大卫就画出第三大画 就是 苏格拉底之史 我看到很多中文 网站上 介绍苏格拉底之史 好像都没有讲准确的 构图 苏格拉底之史 就是 坐在苏格拉底床 前面 那个低头城市 那个狼子 就是他的学生 在后边 那个楼梯往上走的女性 那个女性 就是苏格拉底的妻子 因为他劝阻苏格拉底 放弃真理 不要自杀 但是 苏格拉底 怕老婆的苏格拉底 不听 他说好吧 那你走吧 我离开你 他是这么一个 那当然 这个 苏格拉底之史 这个画表达的 也是一个革命情绪 就是人 岂能为了放弃真理 而苏格拉底 大家发现没有 布鲁图斯 处决叛叛叛了儿子 苏格拉底之史 其实 背后都是革命的 一个套招 大义列轻 和为了真理 前卓后继 但是用的都是 古罗马的历史点 古罗马的历史点 这大话 也被国王 否定了 不过很快 国王就完蛋了 国民公会就起来了 可能有一些 遭遇吧 所以大卫很快 就成为 罗伯斯蒂尔的 圈子里边的议员 也成为 雅各宾专政的 重要的成员 是他签署了这个 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 上段头台的那个 签署了那份文件 是吧 包括我们可怜的 花学家拉娃 上了段头台 也是他参与签署 而他又画了一张很好的 拉瓦西 拉瓦西的这个肖像 大卫 就是个大卫 成了一个革命的议员 所以他的这个 新古人主义 也应该来讲是政治议 但是他用的是古罗马的 传统 古罗马的风格 他依然依照的是 普桑的教导 就是 教化古代的 传说 神话 和历史典故 因为这是绘画高尚的 重要标志 但是当大卫成为 罗伯斯比尔议员 成为雅各宾党人的这个 核心成员 成为雅各宾派的这个 专政的一个 艺术委员会的 头头以后 他就要开始着手建立 革命的这个绘画流牌 最重要的就是 比如说画了那个 麻辣知识 麻辣知识 因为麻辣被刺杀了 所以大卫就很快 就划出麻辣知识 这张画 用古典主义的方法 把这个 其实 麻辣是个很可怕的人 因为他是 雅各宾党人里面 一个极端分子 是吧 但是他把它处理的 非常的古典美 所以这是一个用古典主义 画现实题材 的一张画 也是绘画 直接介入政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其实 在这之前 大卫画了另外一张画 这张画非常有意思 就是网球场宣誓 网球场宣誓 大家知道是法国大革命 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 所以 路易十六还是比较宽容的 让国会里面的第三等级 单独开会 结果第三等级单独开会 然后他们就决定成立国民工会 结果就拨了全 所以这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转折 一个重要事件 大卫画了一张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个草图 网球场宣誓 也有一张 半完成品 这个半完成品 非常有意思 从微书史的研究来讲 非常有意思 这个半完成品 画的是人体 其实大卫画网球场宣誓 碰了一个什么困难呢 他在画网球场宣誓 是一个大场面的绘画 不是一天两天完成的 没有一个一年半载 甚至更长时间不能完成 而在这个当中 法国大革命 变化太快了 那些当年 作为网球场宣誓的 主力的那些议员 一半以上都上了 都上了断头台 都成了反革命 他怎么画 你发现没有 歌颂先 革命英雄很麻烦 今天是革命英雄成了反革命 在那边会过神来 革命又成了反革命 因为网络识别 又被推上了断头台 所以他其实没法画 网球场宣誓这个油 他后来为什么画人体呢 他就想用人体 避开那些具体的人物 知道没有 所以所有画 现实的革命的画家们 你们要注意的 你们今天画革命画 一不小心 当中有个人 里面知道反革命 你就麻烦了 这种例子我们太熟悉 对吧 太熟悉了 所以他这个话题 留下一个草稿 留下一个半层 而他能够落实的 就是马拉之死 这张文 而且 罗伯斯密尔被推翻 大卫侥幸逃过一劫 原因就是 罗伯斯密尔被推翻之前的前夜 罗伯斯密尔已经预感到 国会要翻天了 热业党人要把他干掉 已经感觉到他不能控制国会的多数票了 这天晚上在 雅各比俱乐部开了一个核心成员的会� 罗伯斯密尔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 最后的结果就是 也许我今天晚上所讲的就是我的政治遗言 那个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 然后第二天罗伯斯密尔在国会里面就被推翻了 然后第二天晚上给抓了 第三天就上了战头台 所有参加雅各比俱乐部的那天晚上聚会的 都被认为是罗伯斯密尔的核心成员 都上了战头台 大卫没有上 为什么因为那天晚上魏腾去参加那个会 他那天我看到才了才发现 他说魏腾势力不舒服 他说那我就不去开会吧 假魏腾 是不是真魏腾我不知道 这他是真魏腾的假魏腾我不知道 反正他就说他身体不好 胃不舒服 那天晚上他就没参加会 没参加会 他的学生奔走相告 营救他的时候 至少还可以说明 显然大卫不是核心成员 所以有些会要参加 有些会要小心点 反正大卫就没参加这个会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 至于说他有意不参加 还是真的病了 这个历史破说迷离 不见了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